布農族人依循传统碎石记忆进行年度最重要的传统摄尔祭典文化记忆 除了部落族人 玉立警分局伦天派出所远警也到场 协助教管的同时 也与族人宣导进行社区治安会议 他用LINE 你会解释说那是我的女儿 可是那是假的 那是大编机团 他们用新的科技 人文的科技 我爱说你的脸就会写过去 所以你们还做一个查 这在打电话给你们 女儿说真的有缺钱吗 这个部分大家要注意 台上宣导还不够 所长余明和与远警同仁 手持字卡标语 逐一的和部落族人面对面宣导 进而了解部落族人碰到的困境 给予协助生活族人的肯定 你们那个假爱情的 就是你们那个LINE 你们就有电话嘛 IG 不要被骗人 那都是骗人的 好不好 拜托一下 然后 还有个假警警的 就是假的警察 还是假的检察官 去找你们的 女儿说你嘛 女儿说快点马上打电话到判警手 8846067 我打110 知道吗 每年四五月份 卓西湘各部落陆续办理年度重要文化祭仪设尔祭 部落族人谨守传统的桑母文化 戒律传承并推广布农族文化 而玉璃警分局 伦天派出所也积极参与辖区文化祭典 敦庆牧林的同时 在社区治安会议中 也从三母文化戒律加强防炸防暴力 以及酒驾交安等宣导 让部落族人是强烈同感共鸣 宣导效益卓助 记者石玉兰 卓西采访报道